然后就有人劝的 您哪 现在国家财力又有限 这个圆明园 短时间的又修不起来 您不如重修三海 三海是哪 这个我们都很熟悉 前海 中海 后海 您不如修那 对吧 工程量小 而且三海也很漂亮 慈禧最开始是 打的三海的这个主意 他确实就开始修了 没钱 修三海没钱 怎么办呢 我们现在看到的北海 里边就有中国的海军经费 这个三海工程从1885年 为什么从这开始啊 我刚才说了光绪皇帝 是1871年上任 18周岁应该是1889年 但是过去按虚岁算 他应该按1888年他成年算 1888年正是北洋水师成军的那一年 正是北洋水师成军的那一年 于是他这三海工程从1885年修到1895年 大概十年左右 挪借了海军经费 437万两 挪借是什么意思 要还的 不是说我拿过来就完了啊 就是个咱们有的朋友就是说 容易误解 哎呀 老太后这整个这国家都是他的 他想花谁的钱就花谁的钱 想从哪出就从哪出 清朝他不至于那么不堪 他的体制还是有制约的 你就是想占这个钱 你也得有个由头 对不对 比如说我现在要借 最后他是要还的 但是你要想一想 我把这400多万两白银 从海军衙门借出来 在我归还之前 海军经费就是处于亏空状态啊 对不对 要买船 没有 要造炮 没有 要整修设施 没有 没钱 这还不算完 还有就是这个 颐和苑 因为后来太后觉得三海不过瘾 对吧 光三海不行 从1886年开始 这先是这个 这个清政府先是就是 暗地里开始整修 这个当时叫清一元 当时叫清一元 后来改名叫做颐和苑 就开始拯救这个颐和苑 也是挪戒海军经费 从1888年到1895年 一共挪戒了海军衙门的经费 750万两 你要把这两个数加在一块 别的咱先不说 437万两加750万两 那就1000万两白银啊 对不对 这1000万两白银 都是从海军那挪出来的 而且您看看 最后归还的时间 是结局到什么时候 1895年 甲午战争打完了 1000万两白银 是个什么概念 我给大家找个参照屋 我们刚才说了 北洋水师最强大的军舰 最有战斗力的军舰 就是他的旗舰定远号 和他的姊妹舰阵远号 那个船的排水量 7335吨 德国福尔康船厂制造 是远东仅有的两条铁甲舰 那两条船强大到什么程度 日本民间的小孩 玩打仗游戏 假想敌定远阵远 就这两条船 在日本家喻户晓 都知道 北洋水师有那么两条船 不好对付 这两条船当初在德国订购的时候 花了多少钱呢 单艘造价 160万两 加上运费 不到200万两 就是说 你挪戒的海军经费 咱们什么都不用 什么都不干 对吧 就用来买船 买定远阵远 这样的铁甲战列舰 能买五艘 那如果当时北洋水师 有五艘 六艘 七艘 这样的船 纵横于海上的话 我觉得 没有家务战争 就没有家务战争 那这笔钱 我刚才讲的 最后失还了 但是你在挪戒的这个过程里面 海军的经费是处于欠缺的状态 所以就导致什么呢 我们看哈 1891年 户部明确规定 户部就是清朝财政部 对吧 明确规定 为摆脱财政困境 南北洋两年之内 停购外洋船炮 这样 北洋海军自成军至中日甲午战前 为添购一艘新舰 就整体而言 甲午战前 中国海军的发展 基本处于停滞状态 日本后来举手 你停了 你1888年 是亚洲第一世界第六 但是你从此就停在那了 6年 人家反抄你 你没钱 修三海 修义和园 而且我这里面还要谈到一个因素 他这提到是户部的规定 是吧 就是财政部 当时的财政部长 用我们现代话说 财政部长 当时叫户部尚书 是谁呢 翁师傅 您看有的那个晚清的电视剧 知道这人是吧 翁同和 这个人以什么著称呢 两代帝师 这两代帝师看你从怎么去理解 什么叫两代帝师呢 他做过同志和光绪两代皇帝的老师 可以从这个角度去理解 两代帝师 对吧 还可以从哪个角度去理解 他父亲 翁新存 就做过贤丰和同志两代皇帝的帝师 这又可以叫两代帝师 对不对 而且他们家 他和他的哥哥的儿子 算他的侄子 是怎么做的官 中了状元的 这一家里边 不定哪分头冒青烟 是吧 连续两代出状元 就这么个人 这个人有什么特点呢 第一 李鸿章的头号正 头号正敌 李鸿章跟他特别不对付 为什么呢 早年这个 这个翁同和呀 他们家一家子做官 他父亲就是大学士 然后他有个哥哥叫翁同书 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里边 犯了点错误 让曾国藩弹劾 最后发配新疆 曾国藩的头号笔杆子是谁 李鸿章 李鸿章是曾国藩的幕客嘛 幕僚嘛 对不对 这翁同和心里很明白 我大哥最后倒霉 就是因为你 世仇 这是第一 第二 翁同和其实在当时的中国政坛上 代表着一支力量 这个力量 我们把它叫什么呢 俩字 清流 我不知道朋友们听说过没有 清流 什么叫清流啊 清流是相对于浊流说的 就是清浊的意思 浊就是魂的意思 什么叫浊流 这个好理解 对吧 就是说这帮人呢 这个贪赃亡法 是吧 贪污腐败啊 就这些人 这个正伦君子所不齿的人 这叫浊流 什么叫清流呢 他都是通过正常的途径 比如考科举做的官 受到过严格的儒家那套道德的教育 自视甚高 动不动就站到道德的制高点上 对他人品头论足 指手画脚 鸡蛋里挑骨头 但是这些人 比等大都与外国人少有接触 做到外国是怎么回事 对外国的常识 无知到了 清末有个大学士叫徐同 说这个 你别说外国那么多国家 对吧 那没有 外国没有那么多国家 你看这名字就是假的 那都是外国人自己编出来吓唬中国人的 什么西班牙 葡萄牙 西班有牙 葡萄有牙 国 牙而成国 文所未文 什么美利坚 对不对 你怎么能叫这个名字 是吧 只有我们最美 只有我们最利 只有我们最尖 他凭什么叫美利坚 这脑子就僵化到那个程度